长条形的生乳卷还是圆圆的巴斯克蛋糕 突然好想来一口 居然贩卖机有卖 点一点选一选 在捷运站内就能直接取货 蛋糕店为了拓点出奇招 更接近人群外 还解决人力问题 目前自助市贩卖机只需要四个巡检员 两名文书人员和一位主管 五十一个站点只需七个人来负责 尤其在北捷这样子 人流这么大的一个出入口 我想YTM的服务是比较适合 这样子的一种服务方式 蛋糕店有贩卖机帮忙 但现点现做的小笼包 不只需要大厨带位点餐 也需要服务人员 而饭店住宿更要有大批清洁人员 服务业人口依旧缺口非常大 大型真材活动总共有五十个厂商 提供两千两百个职缺 包括五星级饭店还有餐饮 他们开出主厨最高月薪 来到五十五K到五十九K 而至于兼差的也有两百二到两百五的时薪 不只如此还有米其林港式点心店 征求储备干部 包括主厨和店经理 喊出最高月薪来到八万块和七万块 吸引不少民众前来 有的白衬衫包头 甚至西装壁挺有备而来 右线还是要考虑自己有没有兴趣 其实也不是第一个 就主要是看工作内容 是什么的 都会依照你选择会有所不同的 那个主管会有一些回复 透过AR和VR 虚拟体验了解面试官可能提问和建议的回答 也更能确认适合哪些工作 不过统计下来 还是以餐饮旅宿服务业最缺人 疫情之后有一些服务业 还有观光旅宿业的一些复苏 所以这些职缺还是相对的比较多 寄出高薪好福利 就希望优秀员工上门 尤其内需市场畅望下 要先抢到人才才能抓住钱财 东森财经新闻毛招品留言 在台湖岛